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怎么栽在我这个五败的手里呢 哗里啰嗦的不知你在胡说什么 我问你 那块玄铁杯是干什么用的 你们的目的又是什么 我奉劝你最好老实交代 否则 否则什么 夏兰 你老糊涂了吧 我说了这么多 你是真听不懂 还是装听不懂啊 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还否则什么 哼 我已经说过 你的侠岚术是无效的 嘿嘿 不管你发多少次侠岚术 我都可以给你化为虚无 化为虚无 别自欺欺人了 能量不会无故产生 更不会无故消失 你的能力说白了 其实就是能够将对方的进攻 转化 并吸收掉 哼 得你看出来了又怎么样 你的元气还不是照样被我吸收掉 哼 说实在的 我最喜欢吸收的就是活属性元气了 是到肚子里暖洋洋的 那不过是因为你五行属水 水克火 所以你才觉得那么舒服 所以你尽管向我进攻好了 不管你有多少元气 我照单全收 看来你是百长这么高的个子了 我堂堂太极侠岚 要是只会搞些喷火的玩意儿 那岂不是连街头耍靶是卖艺的都不如了 实话告诉你 刚才你吸入体内的 是我从地下提取出的地阴之火 什么 行随似火 性却属土 五行相克 你既然知道以众甚寡 水能克火 该不会不知道以食甚虚 土能克水吧 啊 算算时辰 你肚子里现在也应该开锅了吧 怎么回事 这就是乱吃东西的后果呀 可恶的侠岚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哎呦 差点忘了 还没告诉你我的名字呢 也好让你知道输得不冤 我就是九宫岭玄天殿镇石 神坠守护者 太极侠岚天 哎 算了 告诉你 你也听不见了 怎么会这样 怎么可能 出什么事了 九方为什么发不出侠岚树了 而且 而且还倒在地上 从比赛开始一直到现在 整个过程 独龙并没有攻击到九方 等等 难道说 哼 这就是小看我们阳天殿的下场 看来 用不着那个东西 我们也能赢了 这是怎么回事 九方那家伙看上去就像是耗尽了元气似的 不 更像是被抽空了元气 没错 就像是我们在崛起溺空中一样 崛起溺空 你是说 独龙也会制造崛起溺空 不对 这肯定不是崛起溺空 可可可可可是 你一会儿说跟崛起溺空一样 一会儿又说这不是崛起溺空 你这家伙到底有谱没谱啊 独龙刚才究竟做了些什么 嗯 虽然还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不过看样子 阳天殿好像赢了哈 那可不见得 啊 义温仙老师你说什么 以鸾天殿的实力 比赛不会这么简单就结束的 感觉自己浑身无力是不是 是不是觉得身体里的元气发不出来 周围的元气也吸不进去 想不明白吧 比赛还没结束呢 我是该说你过度自信呢 还是该说你过度自大呢 你连自己怎么中的招都不知道 还趴在地上 大言不惭地说什么比赛还没结束 告诉你吧 我的万箭穿心 可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 就算万箭穿心不能刺穿你的防御 他画成的漫天光线也能让你倒地拜拜你 光线 没错 这些光线也是我万箭穿心的一部分 对了 忘了告诉你 你看见的光线只是一部分 还有更多肉眼看不见的 他们通过你的呼吸潜入你的身体 不知不觉间就可以破坏你的气门 破坏气门 是碧气吗 这个门 这可比碧气厉害 你不仅无法纳气 甚至连蹦气也很难办到 所以嘛 你的侠岚术当然是发不出来了 毒龙 干得漂亮 贵海 你一直不说话 是在思考如何破解毒龙的招数吗 我对他们的比赛不感兴趣 你小子 神坠试炼 每一场比赛都有学习的价值 你知道吗 想当年我参加神坠试炼的时候 无聊 你 不认识炼 扰龙老师 他该不会是因为我输了第一场比赛 他在生我气吧 有这个可能 从你输了比赛之后就没见他笑过 对对对 不过好像也不是这个原因 从我们回到九宫岭就没见他笑过 要不就是因为他怕我们朱天天这次又排在后面 而担心 好像也说得通啊 嗯 不过 他好像以前也没这么笑过呀 这种利用烟尘或者飞蟹 潜入对手体内的伎俩和山鬼窑好像啊 真不愧是一个店的 只不过 他还没有达到山鬼窑那种能够控制人的程度罢了 不过 毒龙自有他厉害之处 首先 他利用万箭穿心发动猛烈的进攻 如果对手属于防范 那肯定会被打得倒地不起 如果对手防了 光剑又会散成光线 侵入对手身体 破坏气门 与山鬼窑比起来 也算各有千秋了 可怕的家伙 没想到 没想到 居然是这小小的光线 怎么了 不敢相信自己一个堂堂的鸾天殿精英 怎么会被阳天殿的人打败是吧 听你这么说 我算是明白了 你这么向往胜利 就是希望阳天殿能够得到大家的尊重 就像尊重我们鸾天殿一样是吧 我说的没错吧 是 我承认 我们阳天殿的确被大家瞧不起 可这究竟是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实力不尽 还是因为我们得罪过谁吗 都不是 后来我终于知道了 我们被人瞧不起的真正原因 居然会是阳天殿的过去 那个和我们一点都不相干的人 犯错的不是我们 背叛九宫领的也不是我们 可为什么要我们来承受这些歧视的目光 我和同伴们每天都在努力地训练 可是我们却从来得不到一次像样的任务 不仅如此 其他殿的人见到我们 都像看到了瘟疫一样 必以之唯恐不及 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被一个停留在过去的结果 山鬼瑶的背叛给抹杀了 既然你们这么瞧不起阳天殿 那干嘛还要让他存在于九宫领 你还要带来 我去找他 你不想要买他 你还要带来 你去找他 你去找我 你去找他 凭什么呀 派给别的店的都是护送保护营救这些重要任务 分给我们阳天店的总是些不起眼的小任务 连一次像样的搜查任务都没有 你不要急吗 今天说是有联合任务 毒龙已经去接受安排了 没准这次我们就能大写伸手 让大家对我们阳天店 寡母行看了 但愿如此吧 其他的弟都不愿意和我们组队 何公 莫愁 我该怎么对你们说才好 这样的事情不计其数 经历了这些以后 我发誓一定要改变阳天殿的局面 所以你想通过赢得比赛 使阳天殿重新得到大家的认可是吗 没错 可惜你办不到 为什么 因为你的对手是我 换句话说 你的结局只有一个 就是失败 所以 你这只不过是在吃人说梦罢了 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笑 你已经使出浑身解数了吧 可是你瞧 我还好好的站在这里呢 更何况 我的三重天籁 还有一招没使出来呢 除招 你捺气 俱气 蹦气 全都办不到了 怎么出招 你侵入我体内的那些光系 我已经排出来了 我真是被小看了呀 告诉你吧 被你破坏的气门 我也已经修复了 想不到那家伙还有这时候 气门是侠岚要害所在 必须重点保护 我们平日里 怎么可能不做针对性的训练呢 看来九方今天是学有所用了 那又怎么样 修复气门 你需要耗掉大量元气 现在你体内的元气已经所剩无几了吧 足够收拾你了 三重天籁 第三重 神器 神器 风讯 万剑穿心 万剑穿心 大到死 王军 离开 神器 你不算是 刀 Sai detective 神器 沈坠施烈 是一个让杨天殿 能够重新被所有人认可的机会 如果输了 那我说的 做的 不再会被人记住 杨天殿 将还是那个被人瞧不起的杨天殿 杨天殿的 你说的没错 这是一个只看结果的事件 所以 我无论如何不惜一切 也绝不能输 杜龙 你 难道 就这么冲过来 那 我就成全你吧 你 我 就算你只好已被我破坏的奇门 但是 我最后的招数 你是万万没有想到的吧 刚才的 那 那什么招数啊 太好了 我们赢了 独龙 你终于用那招了吗 不可能 九方输了 那家伙 他 他做了什么 怎么可能只用一击救让九方 可恶 刚才是怎么回事 身体一下子就 这是个只看结果的事件 遗憾的是 你输了 你 你 第二场 阳天殿获胜 走 我们先回去再说 他们干嘛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我不是赢了吗 我战胜了号称最强的鸾天殿的九方 他们不是应该为我欢呼喝彩吗 为什么 为什么 老师 云 云丹老师 独龙 我们走吧 云丹老师 刚才看着我 那就叫他 我再辛败思识